华联市区最近扩大了科技执法 许多民众都收到了罚单 而这也凸显部分民众的行车模式都有违规现象 而其中刺激医院前面的路口有左转车辆停等处 不少民众在红灯的情形下 还直接把车子开到虚线的停等处 这就会被违规拍照取缔了 而现议员张美慧最近接获很多类似的澄清案件 他表示除了要求交通队多加宣导 也要再透过人工筛选确保民众的权益 中央路慈激医院前的路口有划设左转车辆虚线停等处 不少驾驶人以为可以直接往前等待 而忽略是红灯的状态 因而被科技执法拍照举发违规 纷纷向议员来澄清 现议员张美慧23号会同交通队到现场会刊 除了要求交通队加强交通规则宣导 也要求警方还必须做人工筛选 对于有争议的取缔要做最后的确认 在这个中油加油站前方 它是有一个左转的一个带转区 那有民众就是开过去以后 他说我在这里带转区为什么会被开单 其实就是要特别告诉大家 就是他如果你在红灯的时候 还越过这个停止线 然后开到这个带转区 就是这个有点要转弯的这个区域 虚线的区域内 那就是会被开罚的 就是说只要在红灯亮了 就不能够再开到这个虚线的带转区 这个是第一个有可能提醒大家 那因为为什么会被开单 因为现在这里有科技执法 那我们也特别请交通队这里 那科技执法就开单之后 他们必须要再用人工去看实际的状况 这个耗制的这个亮灯的情形 那车辆带停带转的这个状况 不能够就是让民众觉得这个好像就是被开单了 那他们会用警方会用在人工的这个来复审复检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如果民众有任何的疑虑 我们也请交通队这边就是要受理 民众打电话去询问的话 那也可以详细的来说明 张美惠表示最近花莲市许多路段都扩大执行科技执法 民众一些不良的开车习惯都被监视器拍照纯正 为了确保大家的行车安全 张美惠也呼吁民众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以免因为不当的驾驶行为让荷包失险 更有可能会造成意外事故 伤人又害己 借旅会欢事报道